嗨 欢迎来到Flo with Katie 凯莉瑜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练习看看我们的扮于往事 那扮于往事因为很多同学就是在QA的地方就问我说 就是怎么会没有办法绑到手 就是感觉好像扭转一扭的过去啊 然后在这个动作也好像练习了一阵子 为什么就是绑不到手 所以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教大家就如何更容易的绑到手 那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啰 好 我们首先坐在垫子中间找到轻松盘坐的位置 吸气手往上延伸 好 吐气的时候弯曲手肘来到仙人掌手 好 我们等一下会往左右走 那一样维持这个手的形状 我们吸气手上 好 吐气的时候现在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打开 好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你的胸背有点过不去是正常的 我们吸气上 好 我们再一次还是右边呢 吐气往右 吸气上回正 最后三个吐 吸气上 再两个吐 吸 好 我们最后一次 好 我们最后一次吐气停留 好 我们最后一次吐气停留 最后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带回来 我们换边 吸气右手在前 慢慢带起来 再一次吐 吸气上 我们最后三个吐气上 我们再一个呼吸 我们最后三个吐气 hic 我们最后三个吐气积 吸 把你的手肘整個往下貼 然後右邊的屁股盡量坐緊 然後如果右屁股飛起來的話 你可以試著把你的手推起來一點點 先把右座骨坐緊 好 我們保持這個感覺 然後再把胸口 跟肚子往上翻一些些 最後三 二 再一個呼吸 好 帶起身 好 我們換右手點地 左手抽高 好 往右邊倒拉長腰側 好 那你可以彎曲手肘下 然後一樣如果你的左邊的屁股 飛起來的話 你就把你的手推回來一點點 好 現在把肚子跟胸再往上翻一些 我們最後四 三 三 二 再一個呼吸 好 帶回來 好 然後我們現在把腳伸直在正前方 好 我們左右動一動 如果你發現你的腳伸直 你的背就會往下垮的話 我們就先微彎膝蓋 來 盡量把你的背往上提 好 然後我們試試看 找到你的坐骨 所以我們會坐在坐骨上 好 吐氣的時候 背往下掉 好 吸氣的時候往上提 好 你就會發現你的屁股會在坐骨跟尾骨之間走 然後我們現在是坐在坐骨 那如果在這邊沒問題的人 我們就先伸直左腳 保持腳趾頭勾 好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右膝蓋彎曲 好 帶進來一點 先讓你的背往上提 肚子靠近大腿 好 維持這個感覺 我們先停留三個神吸神吐 把肩胛骨放鬆 二 再一個呼吸 好 然後我們現在右手點地 把你的右腳踩到你的左大腿外側 好 然後把你的左手抽高 拉到最長 吐氣的時候帶到右邊來 好 我們先停留在這邊 把背往上提拉高 好 感覺一下肚子跟胸口一起往上帶 好 後面的手我習慣用手指頭點地 因為用手掌推的話可能會比較低 所以用手指頭點的話 你的下背會推比較高 但不要保持你的肩膀一直來找耳朵 好 它一樣會是肩膀往下放鬆 但是持續把你的背跟肚子往上推 好 我們再三個神吸神吐 二 好 我們再一個呼吸 好 在要綁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手的順位 好 如果你是直接在這個位子 想要把手穿過去 那肯定難度會很高 然後所以你要把你的身體 拉到最長過來之後 把你的手往內轉 好 然後往內轉之後 手反推 回到你的大腿中間以後 好 你的右手就可以來找左手了 好 然後試著讓你的 呃 左手啊 就是每過來的時候 拉得越深 它進去的時候就會越容易嘛 所以你要感覺 你不是只有手過來 要把肚子跟胸口一起拉到最長 或許你可以做誇張一點 我們把你的右手點遠一點 把左邊的身側拉得超級長 然後再卡到你的大腿外 好 然後再試著反手去扣住 在背後 好 然後你要綁手的時候啊 背一樣要維持往上提的感覺 很多人為了綁手 然後就是背會往下垮 因為他推著後面地板的手離開了 他就背會往下掉 那這樣你綁到手的機會就會變得比較低 所以你要一直維持你的背跟肚子 都是往中間收緊的力量 好 我們放鬆 換另外一邊試試看 好 然後我們要先彎曲左腳 右腳保持推直 抱著你的膝蓋背拉長 我們先停留在這裡 三個呼吸 再二 好 我們最後一個呼吸 讓左手點定 好 左腳踩到你的大腿外側 好 右手拉長拉到最高 好 需要的人我們做誇張版 然後卡到你的大腿外推 好 維持你的背拉長胸提 好 試著把你的右手往內轉 反推到你的大腿中間穿過去 好 五個身心身土 最後四 四 三 二 好 我們再一個呼吸 解開 好 慢慢解開以後 我們現在把你的右小腿 收往你的左屁股外側 好 這個才是正式的伴語王來了 好 右邊的腳跟會包在你的左屁股外 好 然後膝蓋會向正前方 好 兩邊做骨做緊 好 如果剛剛綁不到手 只差一點點的人 你也可以試著拿繩子 拿或者是用毛巾去取代 好 我們一樣的做法 但是腳放成這個形狀 可能會比剛剛下面的腳伸直 再難一點點 大家試試看 讓腳掌踩緊 好 背拉長 右手抽高 好 做誇張一點點 把自己的手卡到你的大腿外 好 然後把身體帶起來 可以的人就試試看 把你的手往內轉 好 反手穿過你腳中間的洞 好 穿過去以後 你可以試著把背在一次往上提 以後再綁手 好 再三個呼吸 二 再一個呼吸 好 帶回來 我們換一邊 好 換左膝蓋 帶你的肚臍正前方 右腳掌踩在大腿外側 好 我們等一下試試看 有需要的你就綁手 用你的繩子幫忙 好 帶到你的右邊來之後 手穿過去 如果只差一點點的人 試著用繩子幫忙 好 然後你抓到繩子以後啊 你就可以慢慢再把它抓短一點點 或許很快你就可以碰到 你的兩個手在一起了 好 抓繩子以後一樣 你要保持你的肚子跟背 往中間夾緊集中 然後再把你的身體往後帶更多 好 右腳浮起來的話 也會影響你扭轉的時候 沒有那麼帶過去的力量 所以你要試著把你的右腳掌踩滿 好 我們最後兩個呼吸 再一個呼吸 好 慢慢帶回來 我們結束今天的練習 那今天的練習就是 雖然只有一個動作 那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動作做好 那做好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在接下來之後 可能練比較長的練習啊 遇到想要綁手的時候 就可以更順長 那當然也可以做多一點點 手部的伸展啊 或是肩膀後背的伸展 它可能都會多少影響 你扭轉的深度 那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喔 好 喔 喔 畫面